第六天 走出酒店門外有這個 Rational Monument 和這個Damp Square 水壩廣場 對著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皇宮 我們今天選擇 搭地下鐵 和這個Damp Square 裡面的擺設都挺特別的 很多的出土文物 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開車的關係 我們只是買了一張 大約10歐羅的荷蘭八達通 其實它每一程 地鐵和電車都大約是個幾歐羅 那我們十元都用不完 買一張卡還要給7歐羅的 不能退款的按金 有朋友要去荷蘭可以問我 搭了兩個站 去到這個Damp Square 就來到Albert Cove Market 這個市集 1905年開始已經有了 整條街長約2公里 是當地人和遊客都很喜歡來的地方 有新鮮水果 鮮花 芝士 各式的美食 等等260個攤位 我們第一個停下來的 就是買荷蘭Waffles的這個攤位 看到它寫著Original 就知道它是第一間買Waffles的店 哇 一個朱古力 一個原味 原味這個 朱古力 給這個 好啦 你試一下 很大 這個 熱筋 好吃嗎? 好吃 裡面是什麼 來的 焦糖 那些什麼 哇 朱古力 對 好吃嗎? 嗯 到這間原早 過了這些 第一頓 然後馬上拿了一塊 粉圓 壓成一塊餅 在中間塗一些 caramel 新鮮熱辣 即叫即即 非常好吃 這個 整條街上很多紀念品買 而且又有一間 食生飛魚的店 不過我最後還是沒有勇氣去試 走到街尾 看到這個很漂亮的裝置 我們就走回頭 現在是不是在旺角 哇 這裡呢 是賣大馬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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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品 但是 不過呢 我們只是幫採 吃的地方 現在我們坐下再吃飯 哇 好大份 由市集約摩走 十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下一個景點 買了票 就在這裡 入 沒有買票 就排隊 對了 就是這個 在阿姆斯特丹 都挺有名的 Helican Experience 因為我事先 online買了票 所以才可以這麼得意 無需排隊 就進來了 進來會得到兩條手帶 可以換啤酒喝 官方建議 遊覽這個博物館 大約需要一個半小時 一路走 看看歷史 玩一下機關 例如這個釀酒廠的起源 和它的建造方式 四處都掛滿了一些以前的海報 還有不同年代的啤酒瓶 都挺特別的 走到這裡 就會有職員介紹釀啤酒的原理 左進去就看到這些大型的裝置 其實是啤酒釀造的發酵槽 放在裡面發酵的就有水 大麥 大麥 啤酒花 和Helican 自己研發的A酵母 而這位遊客 現在就是把水和大麥拌勻 再加熱 味道有點奇怪 加熱完再過濾了的水 這裡可以試喝 看我的樣子就知道 不是太好喝了 接著我們就會入了這個4D電影院 每一個人就好像啤酒的原料麥芽 你就會跌入酒槽裡面 又會有火慢慢煮你 最後還有入瓶的過程 大家看看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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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4D電影院 工作人員就會奉上今天第一杯 喜力的生啤 還會教我們怎樣可以針到最美的啤酒 接著就可以訂製有你的名字的啤酒瓶 這裡是Bottle Your Own Pelican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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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上飛機 還有特別的packing可以讓你選擇 看完啤酒釀製 還有很多東西玩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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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走到下一層繼續玩 原來喜歷贊助了歐聯20年 所以這裡放了很多球鞋、球衣服 甚至2014年Final的足球都在 最後憑著手帶的粒粒可以換啤酒 原來喜歷出了很多不同的啤酒瓶 你看這個多漂亮 接著我們坐車去中央車站附近 停車場拿回車去下一個景點 來阿姆斯特丹大約半個小時車程的 讚丹風車村 這裡跟小孩提防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這裡規劃良好 沿途都有地圖標示 洗手間、餐廳、風車、遊客中心等等的資訊 都很清楚 走入風車村之後 就會沿著Golfelling Deck提岸走 今天的天氣跟上次在小孩提防那裡相差很遠 藍天白雲 影片和相片都漂亮很多 這裡保存了大約有35座完好的荷蘭風車 很多風車都有名的 例如這四部風車 保錶、加冕的康蘭波、貓和探索者 風車村裡都有很多特色的店 包括這間芝士工房 可以看到它如何製造芝士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芝士給你試吃和買酒 嘗嘗 嘗嘗 有沒有出房了嗎? 好 很厲害出房了嗎? 嘩 在對面就是這間做荷蘭木劇的Workshop 整座木屋的外圍貼滿了木劇 還有一個一定要拍照的打卡位 如果跟小孩提防那邊相比呢 這裡的建築物和風車都集中一些 商業氣息又重了一些 和小孩提防那邊 保留著以前的人的生活樣貌 水、田和風車融為一體的風景很大分別 離開風車村 我們去到贊丹市中心這一間酒店 看看它的特色建築 是不是很特別呢? 接著我們駕駛多半個小時 就會來到阿爾克馬爾市中心廣場 看芝士拍賣 平時只有星期五才有拍賣會 但因為暑假人多的關係 特意星期二晚都做多一場拍賣 想著六點三已經來到沒死 怎知道這裡拍人多到攝不入 所以我們移私到對面餐廳這個位置看 雖然遠了一點 到起碼叫做看到 拍賣會在七點鐘開始 事先會有一些業界的人士在這裡拍照 還有真的很專業 有一個私人會不斷在這裡說話介紹 工作人員將一個個的擔架搬出來 也都有一些荷蘭服的少女在這裡賣芝士 這裡賣的芝士品種是Galder Cheese 一塊這些大約都有10至15公斤重 商人選好之後就會把八件芝士搬上擔架 再由兩個工人暴力輕快地拿去上架 放重 放完重之後就會再搬出來 放上木頭推車 運出場外再上這個貨櫃車 當中也有些遊客會被邀請出來試一下 運送這麼辛苦的工作 當芝士賣到七七八八的時候 他們開始就會販賣人口 拍賣人口 走到中途我們會有點餓 坐下來吃東西喝杯啤酒 走出去市集 天色已經是黃昏 人潮也開始散去 我們在這裡欣賞一下這個小鎮的景色 就開車回到阿姆斯特丹 今晚有一個特別的甜品 在做什麼? 在吃蛋糕 大麻蛋糕啊 好燙啊 味道很醜 好吃 其實撇除了那股味 它是煮酥菇的蛋糕 嗯 是不是很粗 你半個小時後 你會看我 看我 變成了命 我會看我 我會想問你 你很震驚